天字的声音已经成功地举办了两季了 第三季也隆重地登场了 那么第三季开播有哪些看点呢 第一 活跃度高 音乐合伙人是三位元老加两位新生代歌手 胡海权 张绍涵 胡彦斌 三位已经熟悉了他们的点评及演唱方式 周深 周延两位新加入的音乐合伙人 会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吗 以往对选手们的点评 专业的评审会比较犀利 比较不留情面 而音乐合伙人一般不会反驳 在最新的一期节目中 周深 周延却力挺回护选手 有那么一点唇枪舌战的感觉 激烈而又兴奋 节目的活跃度顺时增加了不少 第二 选手级别高 开场就请来了苏建信 极客军艺这样的选手 比较震撼 信出名比较早 代表作品《海阔天空流传胜广》 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手 这次以选手的身份来到节目 还是挺意外的 周延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 比较尊敬他 在点评他的时候 不自觉地站了起来 极客军艺在中国好声音节目中 已经是导师助手了 这次却也放下身段 成为选手了 开场选手级别就如此高 对节目的期待值也会很高的 其实看点不止这些 周深首次担当节目的合伙人 也是一大看点 周深在最近正以突飞猛进的状态 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 他的吸引力是年轻歌手中最强的 在新开播的节目中也是星光闪耀的 一 与张绍涵互动亲切 周深坐在张绍涵的身旁 两人在节目中关系比较融洽 开启玩笑来也相当亲切轻松 当康姆市乐队和陈奕涵选择周深时 张绍涵调侃周深 干嘛 得意什么 周深回复 开心 张绍涵在说与幸第一次见面 是在拍偶像剧的时候 周深表现很感兴趣 张绍涵问周深 你看过吗 周深 当然看过 甜心小妹是不是 张绍涵变了脸色 根本不对 周深猜错了赶快向大家求救 结果大家给出的是公主小妹 周深又解释 太久了记不清了 张绍涵爆出的是海豚湾恋人 周深无奈地笑了 二 点评到位 极客军艺西琳娜一高 开场演唱的《坑枪玫瑰》 很热烈 很有力量 把现场的氛围调动起来了 但是梁源批评到 歌曲中的力量不需要喊出来 而是由内而外地展现 整个表演太表面 太直接了 面对如此犀利的评价 周深忍不住发声了 他表示 现场的表演是需要热烈的 如果用细腻的方式 很难打动观众的心 周深用比较和平的方式 把尖酸刻薄的点评 缓冲到演唱者能够轻易地接受 周深初次到节目中 点评的时候比较大胆 点评到位 三 与康姆士合作 获得了本期金曲 周深与康姆士合作了一首《克不乐》 周深空灵婉转的声音 顺时打动人心 涌驻的嗓音低沉有力 在两种声音的对比中 展现出宇宙中最浪漫的那一刻 胡海泉觉得两人的演唱 是天赐舞台上顶级的开普勒定律 周延说 从这首歌里感觉到 周深就像天使 康姆士是外星人 这种空间极度和谐 崔迪表示 周深的声音里 传递出自带压缩的声音 那种空灵感和太空感非常强烈 演唱得非常的稳 好听 犀利的良缘听到后也是忍不住夸赞 甚至说这就是金曲了 周深与康姆士乐队的合作 最后确实获得了金曲 但是其他四首歌的演唱的效果 也是强悍的 能从中获取胜利 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最后 天字的声音三开播 亮点十足 音乐魅力无限 周深的首秀 把自身的优势全部发挥出来 整个节目就是完美的欣赏与享受 太好看了